《三世多杰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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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借经文 说真谛 那么第三世多吉昌佛 但是 此人有多了不起呢 要讲做好人好事的人 他才是真正值得宣传 值得敬重的人 就只同你们讲这一点吧 以前有个最艰苦的年代 叫做低标准 低标准年代 在中国是非常惨的 几乎大家都没饭吃 他同样饿得很可怜 当时他们的生产队上发救济粮 就问他 李相神 你家里面需要多少粮 他马上一口就接上去了 他说 我家里面已经有粮了 现在还能维持 结果嘛 粮当然就没他的了 谁知道这一下他的妻子 就在外面听到了 是呀 跳进来就又吵又骂 就把那个大队书记 拉去清他的家 结果一进去看 在哪里有粮啊 家里面只有两斤半米了 就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啊 他说的 哎呀 没办法了 那么多人没得吃 我吞不进去啊 要照顾到所有的人啊 他说的 你们在座的同学想一下 你们觉得他了不起吗 然后他在收金洞子水库的时候 我们那里有个大水库叫金洞子水库 他就每个月要给赔银章 背十斤米来 结果 来了一次就见他寡寿 来一次见他寡寿 最后赔银章就实在不要他的米了 赔银章就是他的一个朋友 因为家里面拖了两个娃娃 搞到很可怜 这样赔银章就说 你到底贪污的哪里的粮 他说 我不是贪污 你必须用 没办法 赔银章就亲自到水库上去打听 就说 这个李相神 平时生活 怎么生活呢 人家就说 哎呀 李大爷啊 生活好惨啊 他只是吃菜粥 加点草根 超超煮的呀 不知道他的米都拿到哪里去了 因为他要将他的粮食 拿给盘银章他们 因此 他这个境界 我刚才说的 真是相当了不起的呀 这样 就换来了诸佛菩萨的感召 因此 我跟他开示 我见到他是这样一种情况 我明确地跟同学们讲 我的如来正法就传给他了 这个是解脱大手印 景行的波野法 魅银禅 所以 他突飞猛进 顿然功力大奖 为什么要如此呢 他才是真正的行者 他才是真正的行人 我希望 在座的同学们 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当然 这里我讲的话 有两条 不是说 和你们讲了佛法 佛法 就一味这样做好事 做好事 升天福 有上报师 升天福 由于冷战 射虚空 就我以往和你们讲的 他是无相报师 养成了一个善良的行景 在这种行景的前提下 才能真正学到佛法 明眼的上司们 才会传法给他 所以 凭悄行的心理 要去学法 要去正果 悠想 不可能的 我和你们讲 如果遇到有高增大德 能和你们修内物观 你才逃不掉的 马上一请佛法的力量 护法菩萨三周感应 立即就要查出来 你合不合格 不合格 就要请到旁边去 拿行来换 拿道德来换 拿品质来换 这个里面 没有虚假 折路可走 那么到此 有些同学们想 既然如此 我肯定学不了 我干脆就不学了 这样子就更错了 如果说是产生这种想法 你会堕落的 你会非常悲惨的 不说是自己不能解脱 今生在世间上 你都会可怜得狠 不知道要可怜到何去地步 我们要鼓起精神 鼓起精神 做什么 将自己的品德 树立起来 不说是佛法 至少 至少 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 首先 有这种心境 才能谈得上 真正地去爱众生 就以四无量心来说 连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这个人 都不知道爱你的家庭 你就更不可能爱别人的家庭 别人的家庭 都不知道爱 怎么谈得上爱世界人民呢 从次第来说 首先 就要由小至大 由亲至疏 养成自己一个非常伟大 崇高无私的境界 在无私的境界上 建立起的果实 才能无我 私都断不了 我执更断不了 我和你们讲的佛法 值得你们好好去听 好好去注意 这样 上司既然如此说 上司不是就做得好好了 没有 上司做得好不够 我还在这方面努力 我和同学们 共同攜手努力 但我相信 我们会带来 吉祥昌盛的气氛 好了 讲了很多 为什么讲心经之真谛 讲了这么多行词的方法 在里面呢 这个原因很简单 同学们 因为我想 大家有工作 要将工作做好 不能随时随地 来听我讲佛法 所以 借讲心经之真谛机缘 随其心经之行词 随其般若之进取 而附带说以相应之法 是出自于这个恩怨 对同学们讲的相应之法 本来我们借心经 讲真谛 本来我们借心经讲真谛 应该入提单刀 历代祖师是如是而说 但是我认为 入提单刀太单一了 没有加持开悟力 借心经 来说真谛的目的 显般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为同学们进步 为同学们 为同学们 拆见波也 为同学们 誤道 为同学们 了生脱死 这样 要了生脱死 仅仅靠 波也的空帝 在那里 回去复来的 结果搞了半天 大家还是 波也是波也 你们是你们 所以 要能使同学们进步 真正正到波也 这样就要 设合于实际之题 而循循流入 所以 才讲到了 必须要讲的行词方法 皆为取得波也 而所说 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这心经 说真谛 今日 就公读到这里 无限感恩 那麽第三世多结昌佛